赤兔的现货已经到了 三渔 四渔 五渔等等 都很漂亮 你看那个汽水发亮 但是最开心的肯定不是卖拍 最开心的还是每天都会有 球友来做测试 如果你们想要来的免费的 可以联系我们的妹女杨老师 这是我们的屏幕上是有微信的 联系他 他都会帮你约的 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的三个客人 学过了 这个动作还可以 但是有个习惯不好 拍着老子喜欢掉地上 然后打完球 那个左手 左手太丑了 左手要赶一赶 在练 但是这个左手如果练一下 这场上显得好看一点 整体这个左手 感觉到不是很协调 特别在打球里 左手也没有控制 在后场的时候 在打平打着 这在甩 加好 这种感觉 拍着打球没样子 你打球的样子 这个身体的样子还可以 但你的拍子放这样 这感觉很奇怪 因为陶田也虽然也这样放 但是别人至少是 他是往内的 就是在这样子 没有人会把拍子往外放 往外放就太慢了 别人可能有些高手 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 发力的方式 但是至少这个拍子这个角度 也是放这个位置 对吧 也这种感觉 这个不行 因为你放在这边 你的脚就跑快了 你脚跑快的时候 你的手就一定满 总体上你肯定还是要 稍微这一个礼拜 你肯定是要把这拿拍 然后帮我左手 这左手太丑了 这些稍微就是要看上去 要规范一点 现在看上去 有训练痕迹 但是还是以野路足为主 姐姐你这个动作也标准了 打这么好 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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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动作很标准 动作标准 你看他左手比你左手就协调一点 你看他左手的感觉 你看 你去看他姐姐左手 看见没有 他左手协调性还可以 你看他左手一打起来 往下一拉 他的这个力量 就用出来了嘛 姐姐这个动作挺标准的 特别好 但是你有个习惯不好 就是在你能打那个球的时候 你就停止移动了 就是我们去打球 对啊 你除了这个 会拍的这个力之外啊 有个很重要的力量 是重心的力量 你的重心是在那时刻去保持移动的 就是所有的点 他是打完之后 是有一个连贯的 你要打 打 拿我慢点啊 我不会停下来的 你打球是走到这边 哎 打 好 手 对吧 你 因为你这个 就是就是你虽然说发力很好 但是你整个技球的习惯 他还是打完球比较散 然后你这重心 其实还可以再更低一些 特别是刚刚在抽球的时候 抽球的时候的重心不是往上走的 是越往下那个球才会越平 你的人一起 那个球就会往上走 你知道吗 你想想那个球平 你趴得越低球越平 然后瞧这边 啊 这种球 你才能抽得平 如果你的重心是往上起 就会飞 老哥你这个所有的发力 全部集中在手上 你没有测身 你是往阳的 对吧 你们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自己看见是从来没有凶练的 对 自己自己打得完的 所以这个有个有几个很危险的地方 我给你讲一讲 就是首先你的发力 因为羽毛要打完 应该是全阵腿 你不测身 就像我们打拳一样 我只能用手去打你 对吧 那我打拳我怎么要测身 因为我要登记转框 给你拳啊 对吧 就这个逻辑 你现在打拳就像这样在打 那你所有力量全在手 你身体一点都没用 是吧 那你这样打多了 首先手持续的疲劳之后 突然有一天受伤 这很正常的 而且在这个视频看来 你是毫无训练痕迹 就是都是乱打的 乱打没关系 乱打 打羽毛就会不打人冠军 对吧 乱打当然没问题 但是乱打 它有几个东西 是绝对是要去避免的 就第一个 刚刚说的手的受伤问题 然后第二个 就是你在不断的重心 因为你重心比较高 然后你冲速就比较猛 加上你体重就比较大 你的脚力要小心 所以说这个 对于像您这种 没有训练痕迹的 或者是没有精神 在打球的时候 就尽量的就是 在你可能会去受伤的病院 你要最好是要控制住 远离伤病 对吧 健康这是我们第一标准 第二个标准 就是要看上去要厉害 对吧 要连贯性要强 然后一些不该有的东西 是绝对不能有的 对吧 看你的左手这么丑 打你姐姐 每次都连贯重心 老是希望往上起 这都是不好的习惯 但你们这个问题好解决 不是一个很难解决问题 但是你们还可以的 打打可以的 晚上开始吧 反正所有的训练 都是要努力的吧 然后每个人可能需求不一样 然后我们的射度已经上线了 然后四个配色了 然后国语元选你们了解一下 45,56特广都一样 这是我微信啊 都会成为了好友 等你们